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ons 演習 舞劇 舞劇 Meatkeep 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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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 Grant 舞劇 請放傻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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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傻車 畢竟不是變魔術 我們講實話 能做我們盡量來做 尤其鋼山地區這次的淹水 我們請當地的居民朋友 再給市政府一點點時間 只有一百多 可是有一些地方積水淹水 有沒有現在回報掌握訊息 目前水已經退了 淹水如果超過60公分 我們在防範上會有一點吃力 那現在大概經過了四五十分鐘左右 它開始慢慢退 我們也派了水利局長 立刻去現場看 目前為止在這個區塊的治水 市政府的腳步會加快 那也希望市民朋友能夠 尤其鋼山地區的 能夠多給我們一點點時間 有人反應說 反應水情說被相關部門踢皮球 我們會檢討 我們這種事情絕對不容許 凡是根據災情有關的 市政府這邊一定會特別重視 抓到了大概236個 這個容易積水的點 然後我們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做 那畢竟 團隊上來才幾個月的時間 畢竟不是變魔術 我們講實話 能做我們盡量來做 所有做的工作都不會停 再給市政府吃這回家的時間 我們會繼續努力來做 好不好 香港的民眾說 香港的民眾說 有被大家解讀 你想像是不會靠樓 香港的民眾說 因為這個反送中的事情 說要抵制高雄 因為我們再一次呼籲香港朋友 不要因為我晚了幾個小時發文 就太情緒性了 事實上我們 陸委會發文也是晚上7點 蔡英文總統也是晚上9點 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想到 香港那個街頭 一下子會抱那麼多人上街頭 所以 所有的發文跟聲明 一定是了解整個動態情況 簡言之 總統府跟陸委會 也沒有第一時間就發文 因為大家都不了解 怎麼會剎那之間 激發這麼多的人 所以在發文的時候 一定是非常審慎的 這跟徐委員提的這個有什麼關係 我都不懂了 而且我們去帶著10個高雄市議員 帶著市府團 列到中間辦 從頭到尾就吃了一頓飯 吃完飯就結束了 怎麼會談到今天 怎麼反送中的事情 台灣這個政壇 這個聯想的負面 實在是太可怕了 那我再重申一遍 身為台灣人 我們非常關切香港 站在台灣的立場 香港政府 香港人民 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理性對話的空間 祝福香港能夠一切的順順利利 香港的民眾說 香港民眾說 有被大家解讀 你想上去會泡龍 香港的民眾說 因為這個反送中的事情 說要離去高雄 因為我們再一次呼籲香港朋友 不要因為我晚了幾個小時發文 就太情緒性 所以我才點出來 包括我們的陸委會 都是晚上7點才發文 我們總統府都是晚上9點才發文 那如果我晚了幾個小時 那天我是華龍舟 而且第一次參加龍舟比賽 又負責敲鼓 敲了個二三十分鐘 所以說我晚了幾個小時發文 請香港朋友能夠理解 絕對並不代表說 我們不關心香港 請香港朋友能夠了解 好不好